其实今天踢得近期比较很进取的一场球, 他们在输了两场那麽大比数之后, 今场球踢到个自信很开心, 在下半场我们中场被他接击强化之后, 我们进攻方面是慢了, 但看到他们是很有自信继续攻他, 迫到飞马度得很深, 当然他们部署都因为度得深, 我们无高波, 变成他们做破坏, 所以我们有少少老少拉龟的感觉, 但曾经有些攻势很有耐性做到底线出波, 很开心的,今天是进步的, 亦看到我们的后防今天稳定性强了, 应该这麽说我们体能一向都有, 只不过是浪费了去跑, 这是我们过去一个星期, 我们经常都针对这件事, 不要乱跑, 今天是明显我们有少少 就是我们宁愿失控球权, 都不要乱跑, 变成我们其实对球是, 你看到根据这麽速度其实可以的, 你也看得到, 球队值多少分? 对我来说七分半, 七分半我们由上场一个大败, 转到一个很防守的一个踢法, 最重要就是我们把握到入球, 不是老土的说句这场球, 谁入球先,谁有优势, 真的, 你看到双方都有很多机会, 我相信如果可能他们入球先, 转到头都是, 一比零原场有机会, 但无论如何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需要的三分, 而且找到入球, 之余我们有一个零七球, 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特别想赚晋风, 这场球他们是踢得好过我们的, 但我们可能某些战术那方面, 我们是欺负到他们的, 其实我们做猜拳少了, 因为我们要针罪他们某些位置的东西, 最后如果对我来说, 如果今天我们入到第二球的话, 会那个分数会更加高, 但我们现在一路逐步逐步来, 下个星期捉中杯, 之后联赛对流浪都是, 每一队都进步着, 我们都需要这一紧要的三分, 去继续重整我球队, 我觉得不关我自己的事, 我觉得对球队来说是一个, 很及时的三分, 和一个零七球的表现, 信心这件事, 你踢五场好, 突然间一场踢得不好的, 你要用五场去订阅信心, 这一场是第一场开始, 我希望一路, 球员信心那方面, 之前是绝对有问题的, 绝对有问题的, 也都令到球迷失望, 我们现在逐步做好一点, 我刚才跟球迷讲到, 就是promise, promise我们会继续做好的, 我始终不想觉得, 好像说我回来了, 所有东西都不同, 我不可以担保, 我们突然间要踢一场, 踢得不是很好的步, 但我要做的就是, 等会整班球员, 去focus在赛事方面, 我之前是说过, 在一个练习那里, 营造压力, 其实这件事是不容易的, 你可以设计一个很好的练习, 摆个位置很漂亮, 大小很漂亮, 但是里面的压力指数, 是很难去调整, 这个也是我Prolison 其中学的一件事, 刚刚回来就刚刚用到, 令到他们整班, 在一个压力底下联播, 即是有防守压力底下联播, 你见到今天的时候, 那个心态调整是好了的, 我相信, 所以下个礼拜又是一个测试, 下个礼拜对李文又是一个测试, 因为输了两次, 输了九球对他们, 这也是一个压力测试, 下个礼拜, 对上一次我记得, 应该是元朗打和大步的赛事, 轻监杯, 很开心可以回到球场, 当然, 感觉很不同, 我始终在zoom 上跟球员讲话, 赛前,赛后, Half-time 那些都不及我现在的感觉, 我很想念这个感觉, 亦都很庆幸我现在还in the game, 所以有些教练, 或者球员暂时没有班落, 不要气馁, 是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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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